柴山多杯孔珊瑚 不要說再見 小燕歐 不要說再見 高喊柴山多杯孔珊瑚 小燕歐 不要說再見 狂保團體和野鳥學會 20號上午到桃園市政府前抗議 除了針對一級保育類柴山多杯孔珊瑚 這回新加入二級保育類小燕歐 提出請願書 要求大潭藻礁劃定野生動物保護區 去年學者進來之後 才非常明確地發現到 有柴山多杯孔珊瑚 現在鳥會也提供了他們10年來 這些小燕歐的資料 各種數據可以證明這個地方該保護 海岸淋水師 藻礁藻礁劑 環保團體表示 關心藻礁103年7月7號公告生肖 成為台灣第20個野生動物保護區 大潭藻礁區生物多樣性 比關心藻礁更豐富更值得保護 野鳥學會也表示 每年小燕歐繁殖期 市府也在大潭藻礁區小燕歐漆地 張貼公告禁止干擾 他們認為對保育類野生動物保護 地方政府有權有責 不應該迴避 張貼的公告 即使機車都不能進入了 中油的機具 大型的挖土機 進來這個漆地 請問桃園市政府 將要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來阻止這樣的工程的開發 農業局派代表出面接下請願書 並以新聞稿說明 針對小燕歐繁殖期地 中油公司建研擬異地富裕方案 後續依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承諾事項 提出計畫 也已啟動大潭藻礁海岸生態調查研究 進行後續處理 營業學會則強調 異地富裕一定要有嚴謹規劃 而且新基地確定富裕成功 就有基地才能施工 原市新聞綜合報導